一转眼花豹迪马已经两岁了 尽管他还没有完全的成熟 但是他的捕猎技巧变得越来越成熟和精湛 这一天迪马发现了一只母沸沸 正在休闲的晒着日光玉 他压低身子悄然无声 一步一步的缓慢靠近 然后一个加速成功的抓住了母沸沸 并把他咬死 认真观察母沸沸的肚子上面 有一团黑黑的东西 没错那是一个沸沸卑鄙 他正在死死的抓住 已经死去的妈妈的肚皮 此时的迪马还没有发现到 这个小家伙的存在 他把沸沸的尸体拖上了树 准备享用 这个时候小沸沸从妈妈的身上甩了出来 迪马显得非常的好奇 他走到了小沸沸的身边停了下来 失去妈妈的小沸沸看上去 非常的惹人怜爱和心疼 迪马并没有去伤害他 他抚摸着舔尸着小沸沸 小家伙皱起了眉头 一脸的问号 就在这个时候 附近出现了一只猎狗 迪马轻轻的叼起了小沸沸 把他带到了猎狗勾不着的树上 然后重新回来直面猎狗 很显然他想要保护这个刚认识的小baby 很快猎狗被赶跑了 对于小沸沸来说 非常的讽刺 杀他妈的是他 保护他的也是他 怎么搞 迪马一整天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小沸沸 他不停的在安抚着这个小家伙 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小沸沸开始跟随起了迪马 迪马去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甚至小沸沸会伸手去触摸这个临时的新妈咪 实际上迪马还非常的年轻 他并没有生育过 此刻的迪马母性被唤起了 也许这是一种本能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他小时候 被妈妈的舔尸和爱抚的记忆 不过 渐渐的可以看出 迪马的动作越来越粗鲁 作为一个捕食者和母性被唤起的矛盾 迪马的内心非常的挣扎 他随时都有可能杀掉小沸沸 他既想逃离迪马 又想得到迪马的照顾 样子看上去已经是累坏了饿坏了 不仅如此 夜里的气温非常的低 对于他这弱小而又单薄的躯体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守护 他将会很快被冻死 而迪马也根本不知道 怎么去照顾另外一个物种 就这样 他俩睡着了 而小沸沸这一睡 就再也没有起来了 对于马尔沸沸沸